生物多样性 是地球充满生机 保护生物多样性 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迎津片区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正用自己的行动 保护着脚下的这片绿水青山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对于野生动物之物保护 我始终坚信野外才是最大的数据库 山西泥对水质的要求极高 也是这个区域生态诱人的重要体现 退步后到保护区工作有28年了 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 干保护工作是为了我和我们的下一代 虽然野外工作很辛苦 但是每当用相机定格下精彩瞬间的时候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们现在在大上岭放归基地开展 圈养大生猫野化培训与放归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 能将圈养大生猫顺利地放归到野外 然后来附装当地的小种群 红外相机就是我们的眼睛 通过它就可以了解森林里面动我们的身影 我是李平 我是张东霖 我是黄家英 我是刘锦仪 我是王伟 我是陈荣 我是宋宁强 我是傅明侠 我将与大生命的青山为伴 我将一成不变地坚定理想信念 捞击苏心思敏 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 未来我要和大家一起奋力拼搏 为报复达九毛家园 多数公立些 我坚信我的选择 并为之不懈奋斗 只有守护好整理的绿水青山 才能更好嘲讽我们的子孙后代 人不负青山 青山并不负人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青年保护工作者 要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 为生活多元性的保护 贡献聪明才智 为保护大学而实力 做出努力 为生活多元性的 做出构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